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替换一下 我车上的行车记录器里面的内建电池 因为只要它的内建电池挂掉无法续电 通常你会发生以上这问题 就是熄火后无法正常关机 或是萤幕直接黑掉 开机也无法启动录影 那就表示你的内建电池已经无法续电 造成影片记录中不正常断电 写入到SD卡不完整 只要你有出现以上种种怪问题 就表示你差不多要帮它换电池了 但另一个重点请注意哦 如果你的行车记录器连插上USB电源都没反应 那就表示你的行车记录器已经坏掉了 千万别硬换电池再告诉我 为何看你的胶圈影片换好 也没有办法开机使用呢 唉...我也不是神 也无法告诉你前因后果 那在我车上 我是喜欢把前后记录器分为两台使用 这样可以预防其中一台如果坏掉 另外一台还可以支援 这就看个人使用习惯 没有一定要分成两台这样要求 那开始来介绍我使用的行车记录器 首先是DOD LS360W 这是我在2017年看大家推荐便宜又好用 就跟着入手了 的确真的很耐操 都在车上晒了5年之久 目前内建电池还是能加减开启维持记录 只是和大家问题都一样 蓄电力真的很差 目前只能撑到车子起火 帮你把最后影片完整记录下来 也算当时的一代神机了 另一台神机就是Mio 538 这台是我在2015年买给前一台车子上使用的 也真的有够耐用又有内建GPS 但目前就是因为内建电池无法蓄电造成车子一起火 就会当机死机又黑画面 无法正常开机记录 但只要在插上车上USB5V供电线后 它又能正常使用记录真的有过神奇的 那为何会拖到现在才要换电池呢? 主要是现在在网拍要找各式各样的内建电池 也比在两年前方便太多了 先前还要想办法从淘宝买回台湾 真的让人劳心劳力啊 而且现在台湾找到的电池价格也非常便宜 一颗贵一点大约200元就能搞定 真的蛮建议大家可以自己DIY替换一下 减少一点电池垃圾产生 多多支援回收再利用 好 那先从比较简单拆换的LS360W开始 这一台只用卡扣来固定外壳 完全没有用到螺丝 所以等一下只要拿敲棒沿着外壳接合处撬开就可以 还好现在买了一组OWC专业拆解工具组 要拆这卡扣机关真的方便许多了 不然老是用指甲或是用信用卡硬插拆 真的很累人啊 OK 两三架就轻松解决打开了 这时打开动作是越慢越好 因为里面还有许多排线连接着 免得过大拉断了 此时在右边就可以看到要替换的电池包 我有看到其他人是直接剪线接上替换 来快速完成电池替换更新 手法也比较粗暴一点 而或者是拆解工具比较齐全 做法会比较偏向正规解焊再重新焊接上的做法 那要用哪一种方法就看个人的功力去决定了 首先把萤幕排线先脱离 只要在黑色固定夹往前推 就可以把排线移除 现在少了排线拉扯 替换电池的空间就更大了许多 再来先比对一下 买的电池预留的线路够不够长 哇 看样子新买的电池线路大约短了一公分 等一下电池固定方向可能要再转180度安装了 OK 那开始把旧电池拆下来 先用塑胶棒慢慢一点一点把电池背胶推开 这时手法要轻一点千万别擦破电池包啊 免得短路出火花就会烧起来 千万要小心处理哦 OK 咻 想不到用了那么多年还是超年有够难拆下 接下来是用焊枪把旧电池 正负极线路接头解焊下来 好 完成 接着再把新电池正负极线路焊接上去 OK 轻松秒杀 整体看起来也不会太差 再把周围注焊器清理干净 应该就算成功替换电池了 用酒精和棉花棒把注焊器清理干净 那这里电池要摆放方向 就照先前规划放置就可以 但请记得电源陷入不要弯者太夸张啊 就可以把电池用双面胶固定贴好 最后用拆的方法把它还原装回去就可以 OK在压上卡扣前还是先开机测试一下 看能不能正常开机省一点 又要再拆的麻烦是 yes 正常开机了 目前这新电池还有一半的电力 只是时间和日期被还原到出厂预设期间 等一下再自己调整到现在时间 就能正常录影使用 最后再关机把卡扣压合上 这样就完成第一台行车记录器电池替换 再来是这台MIO 538 要换这台电池会比较搞刚一点 但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只要螺丝全拆掉 就能直接插上新电池马上替换 完全不用动到焊枪解焊的专业工作 非常适合自己DIY来替换 首先要打开它 就是要放松底部橡胶盖下的两颗螺丝 先用尖锤夹子取下橡胶保护盖 接下来再转下这两颗十字螺丝 拿着敲棒沿着四周把外盖撬开 OK 打开时一样动作放慢 观看它的排线如何分布 没问题后就先把萤幕排线拆下来 它这里是用压扣式固定 所以只要把黑色排扣向上拉起 就能移除萤幕零件部分 再来把记忆卡退出 不然它是会把你的主机板卡得死死的 接着用塑胶棒把主机板撬起来 打开后就可以看到内建电池的插头座 只要移除就可以替换 完全不用焊箱处理 非常的方便 再来把固定电池的固定板四颗螺丝移除 要替换了原厂电池 就会出现在你眼前 再取下旧电池 哇 这电池的刷面胶用了七年后 一点粘性也没有了 变得非常容易轻而易举 就把旧电池取下 接下来只要用拆的方法把它倒装回去就可以 感觉拆Mio 538换电子真的方便又容易 轻松上手可以自己处理好 如果你手上也有同样机器 一定要试一下 现在最难装部分 应该是这一幕排线要插回去 因为手的活动空间真的不太多 所以请大家要多花点耐心 一定能把它插好归位 好 完成 先来测试一下可不可以正常开机 也没有问题 又能再次使用了 目前新电池还有七层电力可用 把记忆卡插回去测看看 能不能开始露营使用 哇 这记忆卡可能被先前不正常关机给搞坏了 先来重新格式化一次 看还有没有救 哎呀 还是不行呢 这记忆卡确定是要换掉了 好吧 先把电源关掉 再把它完整装回去 就可以完成这台Mio 538的内建电池替换了 OK 完成 再来开机测试一下 Mio提醒您小心驾驶 开车乘车 紧细安全带 嗯 见鬼啦 开始录影 这记忆卡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好神奇啊 看样子应该是刚重新开机后 让它重置系统 所以就可以再读取到这记忆卡了 嗯 不错不错 只花了400元 就能把用了5-7年的行车记录器都救回来 再次可以让你抄到报废为止 当然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大家 除非你的土炮DIY能力还不错 而且还有基本焊接能力 不然都请你找店家花钱帮你替换好 会比较省事一点 不然又要准备一堆拆解工具 完成后又要清理归位 真的是很累人的工作啊 那一定也会有人问我 都用了5-7年 为何不买新机换上就好 老实说我也有想过 也找了几台评价不错要来替换 只是现在行车记录器功能都是大同小异 老实说在晚上无光黑暗的巷弄里 在高阶的行车记录器也都很难把影像录得很清楚 而在白天大家录到的品质都不会太差 既然目前手上这两台都还能使用 那就先替换内建电池继续让他们再使用下去 一方面可以减少一些电子垃圾也环保一点 再来就是主要原因我真的是没什么钱可以替换 因为现在品质好一点的行车记录器价格都很贵啊 无奈有七小要养的我就先能省则省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有T1行车记录器的电子经验要分享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